几乎是一个呼吸间 白随抬头 就看见女生已经逼到她面前 她下意识就要往后退 脚还没挪动 衣领被顾芒一把揪住 人砰地甩到墙上 下一秒 她的衬衫领口被粗鲁得狠狠扯开 女生力气大 扣子直接崩掉在地上 顾芒盯着她锁骨的位置 干干净净 没有纹身 陆成舟锁骨上 还有一颗不太明显的痣 白随没有 不是她 我操 一道震惊的声音忽然响起 顾芒眼尾扫过去 就看见顾四瞠目结舌地站在楼梯口 脑袋往前伸 圆溜溜地眼睛瞪得老大 盯着他们 一连我他妈看到了啥 顾芒 顾四下去找药箱 没找到 一上来就看见她姐单手 把白随压在墙上 还把白随衣服都扯破了 这会儿 男人小半的胸膛都露在外面 画面格外刺激 顾四脑子里雷轰电掣也不为过 一口气都差点没上来 啥情况啊 她姐和白随 什么鬼 白随似乎也吓到了 抖着嗓子结结巴巴地开口 大 大小间 顾芒明明唇 松开她 面无表情地往后退了一步 从她手里拿走药箱和保温杯 回了自己房间 碰 门被甩关上 整个走廊都震了震 只剩下还没缓过神的顾四 和衣衫不整的白随站在原地 气氛有些诡异 顾四目光僵硬地看看紧闭的房门 再看看白随 心里复杂的不行 第一次怀疑是自己智商不够 还是大人的世界 本来就是这么复杂 她姐对陆成舟的态度 她是亲眼见过的 可今晚她姐扯白随衣服 她也是亲眼见到的 搞啥呀 白随弯腰从地上捡起钮扣 攥在手里 然后往顾四那边走了两步 小少爷 大小姐一个人换药不方便 您 我用你说 顾四打断她 一脸敌意地瞪着白随 她不信她姐一情别恋 不要陆成舟 看上了白随 不管 她 不 谢 白随似乎是没想到顾四这个态度 愣了一秒 顾四今儿算是看明白了 难怪她老觉得白随不对劲 根本就不是不对劲 是白随对她姐有非分之想 她小脸紧绷着 冷冷道 我有姐夫了 你别想勾引我姐 白随点点头 或直 顾四冷笑 就她 她不配 白随 顾四下巴抬着 知道赤眼老大吗 白随 顾四大拇指一指自己的脸 下巴抬着 贼骄傲 我姐夫 白随 我姐和我姐夫感情很好 你别想趁虚而入 恶狠狠地撂下话 顾四哼了声 走去顾芒房间 白随侧了侧身子 看着顾四进去 关上门 想起刚才顾四说的话 她唇角勾起来 在原地站了几秒 又无声笑了笑 才收回目光往楼下走 走着走着 她低头看了眼 自己敞开的领口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突然笑不出来了 顾芒刚撕的是她的衣服 一日 顾芒还是在实验室待了大半天 才出来休息 她手不方便 有些是玉木峰和顾四帮她 另一边 吉静州总医院 冷璇身体大面积烧伤 非常严重 一直到竞赛前一晚才转省 除了白长老 以及长老会当中 跟白家交好的几人 其他长老都赶来看望冷璇 一群人都在 无菌病房外面站着 只有总长老 换了无菌服进了病房 这会儿站在病床旁边 冷璇身体活了似的疼 看着总长老 气息有些虚弱 我的手还有办法恢复吗 医生早就给出了诊断结果 顾四下手狠 即便是医疗技术 最发达的吉静州 也没办法 让冷璇的手恢复如初 冷璇自己就是医生 心里也清楚 现在问不过就是 抱着侥幸的心理 总长老没给他准确答案 只说 先好好养伤 后续治疗医学会的人 会帮你安排妥当 冷璇想到冷家那场火 情绪有些失控 眼里一片血色 旁边遗器上的生命数据 都波动得异常厉害 总长老没说话 等他自己冷静下来 好办上 冷璇才缓缓吸了口气 出声 这事长老会和顾家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我要顾思进特级监狱 病房里沉默了几秒 冷璇 总长老沉着声开口 你应该看看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我像什么样子 冷璇一双眼心红 嗓音嘶哑 我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浑身50%烧伤进无菌病房 这都是拜顾芒和顾思所赐 总长老戴着口罩 眼底却冷得厉害 你私自对顾芒动手 这事怎么算 那他有我严重吗 冷璇呼吸粗重 眼角拉满血丝 他不过就是 手受了点小伤 我的手伤得这么重 我派去的人全死了 冷家损失惨重 这些怎么算 总长老双手负在身后 冷璇咬了咬牙 我要让顾思进特级监狱 这辈子都带手铐脚料 让他们赔偿我所有损失 还有我的手 冷家 冷璇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当初 那个长老会最年轻的冷长老 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总长老声音冷静的诡异 冷璇拧眉 总长老继续道 你栽在顾芒手里多少次 需要我一桩桩一件件跟你重复吗 冷璇张了张嘴 我 先别急 我还没说完 总长老打断他 这一两个月来的每一件事 都让我怀疑你 现在到底有没有理智 一点都不像从前行事 滴水不漏的102基地冷长老 冷璇咬唇 因为路成舟 总长老浑浊精锐地双眼盯着他 冷璇眸底微闪了闪 总长老嘲讽地扯了扯嘴角 想抢人就手脚干净点 手段高明点 长老会给你收拾多少烂摊子了 冷璇被堵得说不出话 冷家的损失 你们自认倒霉 总长老一语定论 至于顾盲和顾四 他们的事 以后你不要再插手了 也别去招惹他们 冷璇眼底满是不甘心 可总长老字里行间的警告他 还是听明白了 那102基地的考核呢 冷璇看着他 明天医学竞赛决赛最后一轮 总长老瞇了瞇眼睛 那也得他拿得了第一 听到这句话 冷璇心里的火气稍微消了点 他是受伤了 顾盲也好不到哪去 拿不到第一 102基地考核的机会都没了 一日 是国际生理学大赛最后一轮决赛 15个团队 按照最终的分数 来确定这次竞赛的排名 顾盲一行人 8点40准时到的学术会馆 跟杨天明和薛教授他们 在门口碰头 杨天明看见顾盲旁边的玉木峰 愣了下 你怎么来几近周了 玉老也来了 我爸没来 玉木峰单手插兜 我来给我小祖宗送点东西 能使唤的动玉木峰 还让他叫小祖宗的 除了顾盲杨天明 想不出还有谁 提到顾盲 杨天明目光落在他手上 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这手没问题吗 别为了比赛到时候 伤势加重 顾盲戴着鸭舌帽 声音天低 眼瞼一该的 没事 白髓往顾盲手上看了眼 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底有些沉了 这个点别的团队都来了 参加竞赛的各大团队 只是听到顾盲手上的 比较重的风声 传言是车祸 具体内幕不清楚 此刻一双双眼睛 全在往顾盲这边看 小声议论着什么 今天是临床操作 他一只手都伤成这样了 还是右手 怎么还来比赛 出现这种意外 就算金大那边不开口 主办方肯定也会提议 让顾盲退出 他的成绩不计入决赛吧 赛事须之上有写 如果发生意外 是可以申请退出比赛的 可能只是来观看吧 他现在这样 也没办法比赛 说话的人看了眼顾盲 有些遗憾 顾盲上一轮的出色表现 其实大多数人 更想看他决赛的风采 一个教授看着顾盲 声音沉稳地说 他没有退出比赛 主办方建议他退出 他拒绝了 他指的是谁 不言而喻 闻言 一群人愣在原地 谁也没想到 是顾盲坚持参加比赛 好几秒 有人不可思议地开口 他一只手 打算怎么比 要说是比试 也许左手还能写 可这是临床模拟 单手怎么操作 顾盲这边 一群人在门口没说几句话 便往会馆里面走 女生右手打了石膏 又缝针包扎 看着格外明显 有些逞强的意味 不少人都觉得 顾盲坚持参加比赛这行为 有些装过头了 决赛圈人不多 赛前一室 在一个阶梯会议室 面积也不小 各大团队 仍然是随意找位置坐下 比赛氛围有些紧张 能看到很多团队凑在一起 教授小声跟他们说着什么 杨天明始终不太放心顾盲的手 但顾盲自己 包括玉木峰他们 脸上连一点担心的情绪都没有 一个比一个淡定 好像就他心态最差 没见过世面一样 杨天明和薛教授对视一眼 两人都很担心 不由捏紧了手指 8点55分 评委团走进来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坐去前面的主位 费洛一进来 目光就落在顾盲身上 女生坐在那 一身黑 鸭舌帽遮掩住眉目 气场格外扎眼 一个评委顺着费洛的视线看过去 然后低声说 我们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他自己非要来 旁人也拦不住 太逞强了 眼下各国医学会和医学研究所 都在讨论他的攻势 顾盲已经声名大噪 带伤参加决赛 对他只有必没有力 或许还会影响他之前的名声 费洛却不这样认为 他说 先看看 没准能给我们一个惊喜 那评委叹了口气 摇摇头 不予置评 9点整 赛前一试正式开始 主持人官方致辞 恭喜大家进入决赛圈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5个团队是同时进行比赛 不需要抽签 主持人微微一笑 现在请大家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去临床实验室 话音落地 各大团队就要动身 等等 评委团那边有人出声 所有人动作一顿 目光转过去 说话的就是当才不太赞成 顾盲带伤比赛的评委 他看着精大团队的方向 压了压自己面前的脉 顾盲 我再问一次 你确定要参加比赛吗 女生掀了掀眼皮 礼貌地点头 确定 评委敏纯 最终没再多说 决赛在一个占地面积 庞大的实验室 设备齐全先进 都带着极尽舟的标志 所有团队鱼贯而入 打量着陌生的空间 但明显 全部被这个实验室的 先进程度震撼了 只是一个会馆的比赛实验室 就能达到这种程度 更别说所有人 都想进去的极尽学院 此刻实验室 已经分成15个操作空间 每一个位置都有团队名字 题目都是一样的 时间三个小时 九点半正式开始 各大团队朝自己的位置 走过去 白大挂和手套口罩之类 早就给所有人准备好了 就在团队自己位置的 挡板上挂着 一群人先做准备工作 实验室很大 评委们身上都带着麦 费洛道 临床模拟比的是操作能力 每个人在微小方面的理解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更注重结果 过程交给你们发挥 声音透过麦传遍实验室 每一个角落 顾芒抓着白大挂 手自然捶着 转过去 过程怎么样都行 费洛听到顾芒的声音 看向他 点头 对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顾芒道 手不方便 可以申请借助工具吗 康奇蹙眉 态度有些冷 既然知道自己手不方便 为什么还来参加比赛 顾芒充耳未闻 只是看着费洛 比赛并没有禁止 携带自己的工具这一栏 这次决赛 H大很出名的那个学生 还带了自己惯用的手术器具箱 费洛道 可以 你要借助什么工具 谢谢费洛主编 顾芒礼貌地道谢 白大褂挂在手臂上 拿出手机发了的消息出去 其他人疑惑地看着顾芒 手底下的准备工作 都慢了下来 康奇谋色微微发沉 顾芒发完消息 穿上白大褂 动作因为手受伤受限制 比较慢 衣服刚穿好 门外响起滚轮的声音 下一秒 姜瑞和一个下属 推进来一台机器 评委团看见这台机器 眼神如出一折的惊愣住了 这是 好伴上 费洛率先回过神 他看向顾芒 张了张嘴 不敢相信地说 你要用机器人手术系统操作 顾芒眉目淡漠 反问 不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但 可以就行 谢谢你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顾芒打断 女生朝姜瑞递了个眼神 机器被推到精大团队的位置这边 费洛想说 如果顾芒真要用机器人手术系统 这已经完全超出竞赛提纲了 而且超出地不是一星半点 参加比赛的这些学生 有些可能连医疗机器人都没见过 而且 机器人手术成本非常高 最便宜都要上千万 对于操作机器系统的人 要求也十分严格 他记得顾芒专业是中医系 他怎么会接触到机器人手术系统 顾芒的这台机器 比费洛目前了解的最新一代 看起来似乎还要先进 价格绝对不是他们能想象的 他就这么直接运了一台过来 至于精大这边 一群人士知道 顾芒基本不在中医系上课 而是在一性那边 可他才在一性上了两个多月的课 他们还听说 汤教授都没带顾芒去观摩过手术 他现在会用机器人手术系统操作 就算是一性现在的高材生 都没把握自己用机器人操作 外头阶梯会议室 所有团队的教授和观赛人员 都看着实验室传送出来的监控 教授们满目震慑地的看着大屏幕 顾芒这一手 简直比他带伤参加比赛 还要让人震惊 杨天明和薛教授这才明白 顾芒为什么不退出比赛 他早就打算好了 用机器人手术系统 两个人是非常清楚 一性专业那边的难度的 现在机器是运来了 顾芒操作怎么样 他们心里都没底 杨天明原本就高高悬着的心脏 这会儿直接冲到了天灵盖 太阳学都紧张地突突直跳 他想起来 汤教授好像就带顾芒去了一次 京大附属医院观摩机器人手术 只有那么一次 现场的主持人 已经负责了很多届比赛 应变能力强 成了最先回过神的一个人 控制着比赛现场 让大家尽快做好准备工作 所有参赛团队 这才反应过来 但是眼神却不由自主地 往顾芒这边飘 有一些人听说过 或者是见过机器人手术系统 眼下看着顾芒要用这个 心里都害得不行 医学组织给顾芸所提供的资源 是数一数二的 他自然也见过机器人手术系统 还被带进实验室参观过 如今医学组织 能独自操控机器人手术系统的 最年轻的学员也是博士 顾芒怎么可能 他才静静大几个月 看看沈千姿那些人僵硬的表情 就知道 以顾芒现在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操控机器人手术系统 旁边的男生看了眼 金大团队那边 不可思议地开口 开什么玩笑 顾芒打算用单手操控机器 操控感也是要双手控制的 单手怎么来得及 机械手臂比人更灵活 对操控机器的人要求非常高 顾芒单手就想控制 顾芸扯了扯嘴角 柔声说 你看沈千姿他们的表情 男生目光微转 清晰地看到金大团队那帮人难看的脸色 顾芒在金大里头学了多少 没人比他们本校的人更清楚了吧 男生拧眉 何况他现在才大义心生 哪有资格接触机器人手术 我记得外科一个师兄之前 为了练习机器人手术的操作 花了三年多才勉强能进行动物实验 他还是科室天赋最高的人 那顾芒他 顾芸收回目光 别管金大那边了 我们做我们的 这边 顾芒左手不紧不慢地调试着机器 沈千姿瞥了眼顾芒 明明纯 他之前跟人打听过 顾芒在一性专业的情况 汤教授一开始就没理过顾芒 后来他考了第一 汤教授才开始带他 可是顾芒竟然拒绝跟汤教授的团队 去观摩手术 到后来才去了那么一次 啊 去了一次 就能单独操作了吗 费洛的目光 就没从金大团队挪开过 一直盯着顾芒的动作 杨天明看着监控画面 忍不住给汤教授发了条消息 询问顾芒在一性的具体情况 汤教授可能在忙 声音飘得厉害 顾芒不来中医系上课 是因为中医系教的知识他 全部都会 他去一性专业上课 就说明他在这方面不太了解 这话说的隐晦含蓄 意思就是 顾芒根本不会机器人手术系统 所以才会去学 顾芒在一性满打满算 学了不到三个月 天赋好的两三年进手术室 给主刀医生打下手 天赋一般的 可能需要四五年 三个月怎么算都觉得离谱 杨天明听懂了汤教授话里的意思 人顿时更紧张了 拳头砸在手心 九点半 比赛正式开始 各大团队都已经开始 针对试题完成任务 现在留下来的团队 全都是佼佼者 未来一届的星星 操作能力 简直让人眼前一亮 好几个评委 在转着查看 每组完成情况的时候 都满意地点头 觉得这一届的表现很不错 等他们都转到精大这边 顾芒的机器还没有调试好 团队都没开始任务操作 整个团队就那么尴尬地处在那 给人的印象非常不好 几个评委对视一眼 微微摇了摇头 双手复在身后 走去下一个团队 其他团队余光都留意着这边 看见这一幕 不少人都不由笑了 眼角余光也都收了回去 别到时候 连机器半天都调试不好不会用 一个团队里的人小声说 了解过机器人手术系统 很难 要求是真的高 要是连任务都完不成 那决赛可能就要闹出笑话了 再看看吧 顾芒不是创造了不少记录吗 你在开玩笑吗 所有的操作经验和熟练程度 都是一次一次实验积累起来的 跟纸上谈兵是不一样的 笔试和口试顾芒厉害 说明他天赋过人 临床操作 可不是看看书背背东西就能行的 沈千兹戴着手套 捏着手术刀 看着顾芒冷声问 你还要多久 能不能别耽误时间 我们只有三个小时 任务很重 顾芒没说话 在机器里输入指令 外头的杨天明脑门上出了一层冷汗 就算不能拿个好名次 至少也要完成所有操作 否则 这人就丢大了 二十分钟后 比赛现场 陈旭看着顾芒 捏紧了手指 那个 师妹 还需要多久 他看了圈别的团队任务进度 心脏有点 快承受不住了 好了 顾芒调整好机械手臂 抬眸 没什么情绪的开口 可以开始了 陈旭松了口气 连忙招呼大家 开始按照竞赛题目操作 金大团队这边忙碌起来 没人在注意金大团队这边的进展 连评委往这边的目光 都寥寥无几 最新一代的机器 顾芒每次刚开始做实验 都有些不习惯 速度也慢 尤其他 还是单手操作 难度无一增大 他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熟练操作 手有些声 这些落在杨天明眼里 他神色微微凝重 顾四跟郁木峰两个人 凑在一起打游戏 完全不把这比赛放在眼里 视频脸 顾芒一行人 终于配合着 完成第一个任务要求 虽然完成度和其他团队 一样都是百分之百 速度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 其他团队的教授 顿时都放松地往后靠 似乎觉得顾芒不足为惧 便也都没再分神去金大那边 到第二个任务要求 顾芒速度变快 手底下却仍然不紧不慢 气定神闲 每一步都稳得不行 完成度仍然是百分之百 依旧落后 医学组织和H大那边 第三个任务已经做完了 比赛也已经过了近一半的时间 顾芒戴着口罩 只露出精致冷漠的眉眼 他站在主控台前 看着实验动物上方 那一双双颤抖的手 淡淡道 手别抖 做医学实验 知道手抖一下的后果吗 陈旭勉强扯了扯唇 师妹 其他团队已经第四个任务了 顾芒嗷了声 没什么情绪 陈旭一共七个任务 给了三个小时 到第五个任务 其他团队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然后陈旭惊恶地发现 顾芒带着他们的速度 却不减反增 越来越熟练 第五个任务结束 显示屏上出现完成度 不再是所有人百分之百 成绩开始拉开距离 最差的百分之八十六 顾芒这边第五个任务 也同时完成 完成度仍旧是百分之百 到第六个任务 金大团队开始反超 杨天明看着监控屏幕 身体不由作直了 手抓着扶手死死扣紧 第六个任务结束 完成度还是百分之百 这瞬间 所有评委的目光 都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死死盯着金大团队这边 费洛就像是意料之中一样 看顾芒的眼神愈发欣赏 第七个任务开始 杨天明忽然意识到 此时此刻 他们正在无限接近于冠军 很有可能就会是 这次竞赛的冠军 旁边薛教授也激动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顾芒一行人 有条不稳地进行任务 机械手臂在顾芒的控制下 比人手还要灵活平稳 竞赛时间还有最后二十分钟 别的团队才开始第七个任务 就在这时候 杨天明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汤教授回复他了 他看了眼顾芒那边的进度 低谋解锁手机查看消息 汤教授 顾芒对机器人手术系统 熟悉程度应该比我只多不少 他只进了复院机器人手术室一次 那次我让他负责手术 后头医院评估了那次手术 说是比我以前的数据还要好 还问我是不是突破了 杨天明震惊地看着消息 三个月 评估比汤教授这个专家还要好 汤教授 他以前可能只是简单接触过 没具体操作 我听实验室的学生说 顾芒只要有时间 都在医学部操作室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才离开 那段时间实验室开支很大 应该是他一直在练习操作 汤教授 天赋过人 又肯努力 谢了 把这学生交给我 汤教授对顾芒 是真的每一次想起来 都无比庆幸自己没把人赶走 要不现在肠子 都得毁清了 杨天明就这么正愣地 看着手机屏幕 动也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汤教授又来一条消息 对了 你们竞赛 应该是今天决赛圈了对吧 结果出来了吗 杨天明僵硬地抬头 就看到了屏幕上完成度的进度条 男之情提示您 看后求收藏 接着再看更方便 吉进周里市大楼 冷玄烧伤严重住院 102研究基地的很多事情 都有长老会共同商议决策 这会儿 长老会正在商议一个医学实验项目 决策出来 会送过去 让冷玄再确认一遍 最终定下来 就在这时候 总长老的助理 拿着一个平板 推开会议室大门 匆匆忙忙走进来 会议忽然被打断 一群长老看见助理慌张的神色 都没说话 总长老 助理还没到他跟前 就沉着声开了口 医学竞赛 冠军是京城大学的团队 顾小姐是个人像第一 话音落地 就像在整个会议室内 砸下一个重磅炸弹 所有人如出一辙的震惊 总长老脸色骤变 他的手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可能拿第一 总长老这是什么意思 白长老开口 笑咪咪的 大小姐拿第一证明自己的实力 您不高兴吗 总长老在任何时候 都对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十分完美 这是他第一次在长老会议上失态 反应过来 他连忙控制住表情 只是意外 总长老看着白长老 忍着胸口的怒火 扯了扯嘴角 大小姐能拿到第一 我当然为他高兴 白长老仍笑着 那就好 总长老看向自己的助理 眸色风锐沉冷 考试视频呢 助理恭敬地把平板递过去 战战兢兢地开口 这是学术会馆刚发过来的视频 白长老为转了转椅子 既然有视频 那就一起看看嘛 总长老捏着平板的手一顿 助理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总长老 用眼神询问 总长老手指紧了紧 几秒后 松开去放视频 是 助理走到一旁 连接会议室的大屏幕 很快 出现顾芒比赛的监控视频 学术会馆的人很会办事 发过来的是精简的视频 只有重点 手术机器人被推进比赛现场 视频里 顾芒操控着手术机器人 行云流水 别的团队都是传统操作 显得鲜血淋漓 而顾芒这边 女生远离操作台操纵机器 进行竞赛题目 单手指导着机械手臂工作 她手底下的速度分明很快 但是表情始终风轻云淡的 每一个操作都平稳 精确 机器人手术系统的优点 被顾芒发挥到极致 出血极少 操作台干净的异常明显 所有竞赛题目 全部都是百分之百完成度 总长老盯着视频 震惊过后 眼底瞬间充斥满愤怒 她控制着语气 她用的机器人手术系统 她哪来的机器 怎么运进激进舟的 助理低着头 我让安全局查了 机器是 京城玉家的那位少爷 就是玉仲井的儿子送进来的 走的是杀手联盟的渠道 总长老烧伤包扎的手 猛地扣进椅子扶手 又是杀手联盟 前边屏幕上 还在播放比赛视频 杀手联盟向来只看钱 谁出得起钱 就替谁办事 一个长老说 顾芒给他们下单 我们的人也防不住 毕长老道 杀手联盟暂时放在一边 顾芒拿到了第一 102基地考核的事 诸位都有什么想法 这时候 会议室的门又被推开 获知单手插兜 走了进来 与此同时 国际生理学大赛决赛结果攻势 京城大学团队 获得本次竞赛的冠军 这是医学类国际竞赛 历史上首个由Z国获得的冠军 颁奖环节之后 冠军团队接受媒体采访 顾芒坐在杨天明和薛教授的下手 团队内其他人依次而坐 女生翘着二郎腿 很随意的姿态 面无表情 带伤参赛 还这么嚣张 拿了第一 记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顾芒身上飘 还是那边准备开始直播的摄影师出声提醒 记者拆脸了脸神 记者率先采访杨天明和薛教授 微笑着问 这次京大团队成了竞赛黑马 每一门比赛 都是以碾压的成绩冲到冠军 两位教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杨天明道 这是我们Z国的第一个冠军 学生们能从这么多优秀的团队中杀出重围 我很为他们骄傲 他们都是一届未来的希望 我指的是所有的参赛团队 薛教授道 每一个人才都是推动医学的发展的动力 旧的时代会慢慢过去 年轻一代才是医学界的中流砥柱 杨天明道 选择了医学的那一刻起 每个学生的每一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他们的每一个操作都会关乎到每一个病人的生命 希望医学研究永不止息 能为每一个病人带去希望 采访完杨天明和薛教授就轮到顾芒 记者看着女生顾芒同学 听说你这次原本没有参加比赛的打算 这句话落地的瞬间 旁边齐庆舟的负责人唐尔脸色大变 其他人也稍微愣住了 采访的问题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也会给冠军团队看 自然 也会给竞赛主办方的负责人看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记者问的这个问题 根本不在安排好的那些问题里 顾芒掀了掀眼皮 一双黑漆漆的毛子望着记者勾起唇角 是啊 记者继续问 那是什么原因 让你又改变主意来参加 顾芒懒散地靠着沙发 仍在笑 慢吞吞地开口 有个人呢 故意把我的名字 加到比赛团队名单上去了 冷悬之前的出丑 让这个原本枯燥的 并不会引起圈外人士注意的 医学学术比赛彻底出圈 决赛很多人都在关注结果 包括这场直播 顾芒这句话一出来 各国的直播间弹幕全部都炸了 其中以国内直播间言论最为激烈 卧槽卧槽 顾大神原本没想参加竞赛 这还用说吗 你看看大神的成绩 赢跟完一样 让一只手都还是第一 碾压是第一 哎哎等等 我要没理解错顾大神这句话 就是金大送过去和审的名单 没有大神 结果被人故意加上去 前面的兄弟加我一个 真他妈笑死人了 故意把大神请过去虐自己 有个人 这个人 我要没猜错的话 就是冷悬吧 之前他还改过大神成绩 是他没错了 自己把脸伸过去 让大神山 也是牛逼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作自受啊 哈哈哈哈活该 直播间被汹涌冒出来的弹幕 彻底淹没 没几秒钟 服务器直接崩溃 整个直播间黑屏 似乎是等不及程序员抢修 所有人立马转战微博 医学界几乎所有的大佬 全部都在微博上 恭喜故忙拿到冠军 Z国历史上 第一个医学国际竞赛冠军 郁仲景 恭喜京城大学拿到冠军 任校长 恭喜我校复及静州国际生理学大赛拿到冠军 恭喜故忙同学拿到个人像第一 汤教授 恭喜我校拿到冠军 恭喜故忙同学拿到个人像第一 黄教授 恭喜京城大学成为国内第一个冠军团队 这么多年 我们总算有冠军了 这些平时默默无闻的医学研究人士 全部都在微博上冒头 这些大佬的名字并不如明星的知名度广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网友们不懂就问 于是每条微博下面 都有普及这些大佬的资料的网友 郁仲锦脑科第一人 第一个进入医学组织的Z国医学院士 曾完成高难度脑科手术 医学成就斐然 任校长中华医学会代理会长 著名病毒专家 汤教授国内第一台机器人微创手术完成者 改变国内传统手术第一人 其医学人工智能实验室 是国家集中点实验室 黄教授著名药学家 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首席研究员 关于故忙得奖的话题早就被顶到了第一名 热度还在暴涨 而带着直播间最新消息的网友 瞬间把这一热度彻底推向 故忙得采访视频播放量不到一分钟 播放量破千万 底下评论不到二十分钟 破十万条 我操 真的假的 大神从来没打算参加比赛 名字被故意加上去的 大神都那么说了 还能有假 太不要脸了 要我看到自己名字 莫名其妙出现在比赛名单上 肯定炸了 让我去参加比赛 不用经过我同意吗 大概了解过这个比赛 竞赛团队 出发去吉庆州前一天 才会公布名单 这时候赛前培训早就结束了 故忙没有培训过 就能这么轻松拿到第一了吗 确定不是炒作 对对对 我也正想不通 而且国外医学很多竞赛题目地角度 和我们国内的有些不太一样 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同意问 看视频 故忙右手受伤了 打了石膏 比赛最后一轮 他怎么操作的 单手操作临床模拟也可以 这要牛逼的吗 是不是吹过了 网上的质疑声越演越烈 这时候 一个新注册的微博账号 带着一条视频忽然出现 视频正式故忙操控着手术机器人 进行临床模拟 女生单手操作 手底下格外熟练 精准又平稳 手术机器人在她的操控下灵活敏捷 整个模拟过程仿佛一场视觉盛宴 传统模拟操作画面都十分血腥 但机器人手术完全避免了这些问题 所有的模拟过程都以三维图 呈现在操控台屏幕上 出血极少 模拟过程清晰明亮 这个视频被上传微博 网上吃瓜的医学生 集体都震惊了 机器人手术系统 顾芒用这个去参加比赛 他进的不是精大中医系吗 再说 机器人手术系统 这个是研究生以上才能接触的 顾芒只是大一新生吧 在精大的这群学生眼里 顾芒现在和神没什么区别 看见这些制衣生 全部都冲锋陷阵一样的 去维护顾芒 高考至今唯一的满分状元 我已经说卷了 不好意思 刑科所第一女法医剧 不需要上中医系基础课 耽误大神时间 精大大一第一次考试S级难度 及格的都没几个 大神全部满分 高数直接跨系虐人 数学系因为大神一个外系满分 到现在都水深火热 你跟我说 大神只是个大一新生 顾芒一直在一性专业上课 去激进州之前 刚在精大附属医院 负责了一台手术 术后数据评估 创造了医院机器人手术记录 大神在一性专业 只学了不到三个月 了解一下 等等 刑科所第一女法医剧是顾芒 在一性三个月 就能负责一台手术 速成班 跨系女人什么鬼 关于顾芒的记录 只在精大内部流传 外头对顾芒在精大的情况 几乎一无所知 今天精大这群内部知情人员 不止爆料 成绩单这种证据也往处扔 就连刑科所法医部的人 不好好配合刑侦大队破案子验尸 跑出来凑热闹承认 顾芒就是他们刑科所的人 然而就在一届因为顾芒大地震之后 微博莫名其妙 又冒出来无数圈外大佬 蓝亭执行总裁继衡 恭喜精大在国际生理学大赛 获得冠军 恭喜继神个人向第一 设计师协会官博 恭喜顾芒夺冠 盛听 恭喜顾芒拿下第一个 国际医学竞赛冠军 X生工厂官博 恭喜老大夺冠 百叶超话 一条接着一条 看得所有人都快不知道 恭喜这两个字怎么写 八杆子打不着的各大圈子顶级人物 因为顾芒一个人 今天全凑在微博上 大佬齐聚的后果 就是既直播间崩了之后 微博也崩了 精大 校长办公室 任校长正正地坐在电脑面前 自从把顾芒送去一信专页 他基本没怎么关注过顾芒的情况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知道顾芒在一信的学习状况 是通过微博热搜 顾芒去一信不到三个月 就已经完成一台手术 数据评估比汤教授这个老师还要高 他点进去微博热搜页面 被搞炸的微博已经恢复正常 他只是个大义新生报 顾芒报 学神报 白眼营业 我就跪着听 报 别变我了出道吧 报 其中第一条热度高到离谱 我们对大神最大的误会 就是他只是个大义新生 不知道有人到底在质疑啥 是忘了顾芒的高考成绩 大神这是杀完精大 直接杀到极尽州了 HHHC 我现在很同情那个 故意把大神名字 加到比赛名单上的人 W真想问那人脸疼不疼 别那人那人 人家有名字 极尽州长老会冷悬冷长老 下半年的瓜田 是被这位冷长老承包了吗 国内网络上 网友上蹿下跳吃瓜 极尽州这边的网络 同样一片混乱 只要冷悬这两个字出现 底下全是无数谩骂 强烈要求冷悬下台 要求长老会除名冷悬 会议室里 或只把眼下网络上的现状 发了链接到每一位长老面前的平板上 他走到另一头主位坐下 都看看 所有长老先是互相看了一眼 才点开链接 然后再看到全网抵制冷悬的舆论 面色结实大变 冷悬是医学界顶端的人物 医界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和名声 否则没有幸福力 在医界几乎寸步难行 很明显 冷悬现在名声又愁又烂 总长老盯着链接里的采访视频 狠狠一拍桌子 那个记者是怎么回事 问那种问题 重要吗 或只反问 事情闹大了 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怎么解决 会议室安静无比 或只扫了一圈现场的人 没人说话是吗 那我来说 所有人看着获职 医学会马上出官方公告 解除冷悬所有职务 即刻任命新的会长 或只淡淡道 冷悬从长老会除名 总长老闻言 浑浊苍老的毛子缩了缩 其他长老没想到 获职会给出这样的解决方案 所有人的表情不是震惊 也不是愤怒 而是可笑 把冷长老从长老会除名 毕长老意味深长地 重复了一遍获职的话 随即笑了 看着获职 如果这话不是从获里士 您口中出来 我还真怀疑自己听错了 是啊 医学会属于102研究机地管辖 102的最高负责人 医学会就是他的 长老会就有他的一席之地 谁能把冷长老除名 获里士 不能因为冷长老和顾小姐的恩怨 您就提出这些不切实际的方案 冷长老和102基地之间 是102离不了冷长老 获里士 您确定您要除名冷长老 一句接着一句 语气连朝带讽 获里士 一个长老犹豫着开口 您的意思是不是先出个 公式给外头一个交代 堵住网络上那些负面言论 实际上冷长老是假械直 话音落地 其他人互相看了看 如果霍直是这个意思 的确是一个解决办法 毕长老的表情收敛了点 若是这样 我只重复一次 霍直打断他 声音冷漠 冷玄从长老会除名 解除所有职务 长老会中属于冷家的位置 换人 毕长老所有的话被堵了回去 皱起眉 总长老哼笑一声 似乎觉得霍直疯了 反问 你想把冷玄除名 102那边 你打算怎么解决 谁能代替冷玄的位置 霍直往后靠了靠 顾显 总长老脸上的笑 墨地一鸣 其他人听到这个名字 神经上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 瞬间把他们扯回到 吉尽州当年那件惨案里 102基地前任负责人 就是顾显 冷玄的师父 当年几大家族出色的小辈 在顾显手里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些小辈 都才只有八岁 等长老会和各大家族 知道这件事 涉事人员早被顾显 全部秘密处理 这种一手遮天的举动 无疑惹怒了所有人 几大家族联合暴力 闯进顾家要人 吉尽州内乱 死了不少人 顾老爷子和顾显给不出交代 顾家被层层看守起来 顾老爷子被软禁 顾显被带去安全局 严刑审讯 照就没有结果 最后 是长老会出面 分割顾家的势力 给各大家族赔偿 才让事情有了转机 为了让各大家族势力均衡 长老会在102训练基地 挑选了实力第一的货职 坐上理事的位置 内乱虽然平息 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那些家族出色小辈 恐怕和被顾显处理掉的 涉事人员下场一样 以至于提起当年的事 就像是撕开所有人的伤口 若不是当年总长老挡着 顾显早就被弄死了 现在货职还敢提顾显 这不可能 毕长老想也不想地否决 让顾显代替冷悬的位置 你先问问几大家族的家主 答不答应 货职 你想让吉尽州再暴乱一次吗 直接喊了货职的名字 总长老目光阴沉地 盯着对面主位的男人 货职没什么表情 语气仍旧很淡 只是暂待 顾芒的考核 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等他通过 102基地的负责人就是他 这是你们跟顾芒的协议 包括冷悬 他指关节在桌面上敲了敲 提醒他们 冷悬自己也答应了 那就是默认 只要顾芒通过考核 他就会交出102基地 以及药方 当初冷悬答应协议 是笃定顾芒不可能通过考核 抑郁让长老会放弃顾芒 但顾芒在医学竞赛上的表现 让冷悬不确定了 他不想节外生枝 才会决定对顾芒动手 冷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102研究基地的各大项目不能耽误 以顾家如今的势力 顾显做不了什么 只是让他在实验室 进行各项实验 或者说 会议室又沉默下来 顾家的势力 早就被四大家族和长老回瓜分 确实掀不起什么风浪 顾显可以出特级监狱 总长老微微眯起眼 大小姐现在的状况 怎么参加考核 一只手都废了 或知道 我问过医生了 休养一个月的事 会议室沉默了几秒 15天 总长老出生 精锐的眸子望着霍芝 15天后 102考核系统开启 大小姐通过 冷悬除名 没通过 开始培养顾四 这话说得隐晦 霍芝却听得明明白白 当年关于顾四的实验 因为顾芒差点毁了102基地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进展 如果顾芒这次没通过考核 她就得去102完成当年的实验 同时 一旦证明 冷悬没人能代替 用顾芒的命安抚冷悬 赔偿冷家的损失 顾四虽然费了冷悬的手 烧了冷家 但眼下 到底年龄小 比顾芒好控制得多 白长老猛地站起来 面色沉冷 总长老明知道15天后 大小家伤都好不了 现在说 开启考核系统 是什么意思 或是眉目间浮现寒气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血色 即便是顾芒没有受伤 去102基地都够强 现在让她带伤去 结果会怎么样 或者心里清楚得很 总长老已经不想 在顾芒身上浪费时间了 叶长老稍微捏紧手指 看了一圈在座的人 对总长老的提议 全体默认 总长老笑了笑 始终看着货职 这事儿 你自己应该没法决定 去跟大小家商量吧 另一边 医学竞赛彻底结束 下午赛事 举办方和评委们 会给剩下的15个团队 举办一场大型医学讲座 讲座结束后 这些团队可以在 吉尽州多停留一天 参观吉尽学院 和医学博物馆 这些团队都不用参加 后台 费洛看着团队 联合医学会 已经和审通过 那9个公式 会在编入 明年最新版的 医学教材中 谢谢您 团队礼貌地点头 费洛看着他 团队 你知道 Gothend杂志 有一个板块 是国际上一个 很神秘的神医专属吗 团队沉默了一秒 漫不经心地压了声 知道 费洛道 这个神医 一直跟我有合作 不过他的人我没见过 你天赋很高 我会试着找到他 如果他能收你为徒 对你未来的医学路 一定帮助很大 团芒 刚过来的玉木峰和江碎 听到这句话 自己收自己为徒 也不知道费洛知道 神医就是他面前这位大佬 会不会吓死 手机版阅读网址 学术会馆这边的事 不需要团芒再配合什么 他便带着江碎一群人离开 一上车 江碎就开口 王姐 你刚让我跟踪 采访你的那个记者 他采访结束之后 去见了医学会 一个叫陆杰的人 职位不低 是个主任 要查他的资料吗 顾芒听到这个名字 眉眼低垂着 安静了两秒才出声 不用了 陆成周的人 姐夫的人 顾四转头 那怎么会帮我们 都被他姐催眠了 陆杰能在吉尽周 混到这种关键职位 肯定是不会轻易动用他的 这点小事 让一个主任出面 不怕暴露吗 顾芒思索了话 应该是叶夫人 能让陆杰办事的 除了陆成周 应该就只有叶夫人了 前边驾驶座的白隋 瞥了眼后试镜 女生说话的时候 没什么表情 平静无栏 顾家庄园 顾长老挂断电话 朝顾老爷子走过去 险爷放出来了 手铐脚铛是收了 但是必须要带监控电子镣铐 电子镣铐内置GPS功能 是为了监测顾显的行踪 顾老爷子手底下的毛笔顿了顿 好扮上 十分愉悦地笑了 顾芒受点轻伤 就能换顾显出来 这一招顾显用得不错 老爷子比下一个太阳图腾轮廓 逐渐显露 从冷玄去特级监狱找顾显 帮他对付顾芒 顾显的机会就来了 顾长老道 显爷怎么就肯定冷玄动不了大小剑 顾老爷子心情很不错 顾芒出事 或只不会放过冷玄 顾显就能出来 顾芒没事 他不会放过冷玄 顾显也能出来 这局对顾显来说 排面只有赢 若是牺牲一个顾芒 就能换出来 跟顾家一条心的顾显 也很值当 何况还有顾四 亲情和血缘 在顾老爷子眼里 只是成就权势的工具 顾长老点点头 不过长老会只让显爷赞贷 15天后 大小姐考核通过 他就是102下一届总负责人 没通过 大小姐就去102 当冷玄的实验品 15天 顾老爷子琢磨着这个时间 顾芒的伤应该好不了 他转头问 顾芒答应吗 顾长老回答道 还没有消息 顾芒回到别墅 或者跟总长老 就在大厅里等着 顾四看见他们 眼里的厌恶毫不收敛 你们又来干嘛 总长老起身 双手负在身后 客气有理的笑 大小姐已经拿到个人向第一 我们还商量102考核的事 顾芒走去沙发那边坐下 没说话 顾四坐在顾芒旁边 无关的下属都被轻去外头 别墅里的智能机器人 过来给所有人倒查 总长老道 大小姐 考核系统15天后开启 通知的口吻 顾四闻言 小眉头骤然宁紧 解骨裂 15天 你们给我恢复一个骨裂试试 顾芒面无表情的窝在沙发里喝茶 或者看着女生 考核的事先放在一边 你好好养上 顾芒没说话 顾四小脸板着 冷声问 我姐要不去考核呢 总长老微微一笑 那就让大小姐慢慢来 先去寄进学院 再接受长老会的培训 接管102的事 无限推迟 顾四闭纯 这是逼着她姐15天后去考核 手机版阅读网址 总长老继续道 还有件事 若是大小姐能通过考核 冷悬会从长老会除名 您正式接管102 顾四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眯着眼睛问 那要是不能通过呢 总长老目光看向她 小少爷 您当年没完成的实验 就要辛苦大小姐了 这事儿是顾四的雷区 一碰就炸 何况这些人 竟然敢把主意打到她姐身上 你找死 顾四不知道 自己抓了个什么东西 就狠狠砸了过去 被总长老侧身躲开 巨大的声响在大厅里响起 一个杯子砸在地上 四分五裂 江岁连忙过来 按了按顾四的肩膀 示意她冷静 顾四眼睛一片血色 死死瞪着总长老 总长老脸上挂着淡笑 视线挪回到顾芒身上 大小姐好好考虑一下 顾芒仍然没说话 眉眼低垂着 一杯茶被她喝了一大半 总长老见她不开口 大概就知道 这事儿顾芒自己没一点把握 她往后靠了靠 人更是胜券在握 笑着开口 这样 大小姐考核通过 我和长老会名下 原本属于顾家的吉敬州 各大财团股份 还有势力 全部归于您的名下 顾家在吉敬州 当家做主那么多年 名下的财富 是个天文数字 当年被瓜分 每个人拿到手的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还有顾家众多势力地盘 以长老会和总长老名下最多 几乎快占据一半 将随一群人 担忧地看向顾芒 吉敬州的总长老 一个和货值平起平坐 站在全市顶端这么多年的人 不会无缘无故 给这么大好处 唯一的可能就是 102基地的考核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难 总长老确定顾芒过步了 他根本不是要顾芒去考核 是要师出有名 把顾芒送进去当实验品 白青青听到 总长老开出的条件 十分震惊 他对当年的事并不清楚 也没听懂什么实验 但是 让顾芒负商参加考核 长老会这伙人 根本就没打算 交出102基地 这时候 白青青周围的空气 忽然像是降了几个度 察觉到不对 他转过头 就看见白隋那张脸 仿佛裹了一层冰 冷得渗人 你怎么了 白青青声音压到最低 询问白隋 男人气场脸了脸 漆黑的眼底 寒气又深又重 没事 总长老半眯着眼睛 看着顾芒 大小姐 考虑得怎么样了 顾芒掀了掀眼皮 你好协议 我签字 顾芒 或者皱眉 想说些什么 可是话到喉咙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顾芒决定的是 他说什么都没用 总长老微笑着 结果后边助理 递过来的文件 然后给了顾芒 文件两是 一份对外 一份是对内 对外这份 有长老会所有人的签字 对内的只有顾芒 或职 和总长老三个人的名字 签署结束后 对外的文件 传给了长老会 和四大家族公事 叶家 叶君慈坐在书房里 手指夹着根烟 半赏都没说话 也没抽一口 夫人 叶长老出生 协议内容是 顾小姐通过考核 就接管102基地 没通过的话 长老会换顾小少爷培养 哪会这么简单 叶君慈谈了谭烟灰 冷笑 看看长老 挥下了多大血本 逼顾忙去考核 利益和风险 永远成正比 叶长老思索了几秒 抬谋 顾小姐和总长老 私底下还有协议 顾小姐什么都没有 另一份协议里 总长老的条件是什么 叶君慈没回答他 吐出一口烟 赤盐那边 现在怎么样了 突然扯开话题 叶长老愣了一秒 恭敬地回 一切正常 老太太去世后 陆绍就回了赤盐 只出过明宇周一次 是回十四所 参加一个会议 嗯 叶君慈点点头 又是一阵沉默 叶君慈手指 有一下眉一下地敲着桌面 之前他为了顾忙叫我妈 你说他到时候记起顾忙 知道顾忙决定回吉庆州 也有我一份 我们这母子关系是不是 是不是要彻底翻脸了 叶长老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什么 最终也只是宽慰他道 陆绍会理解您的 您也是为他们好 理解我 叶君慈扯了扯嘴角 意味深长的 随即摇头 为他们好 做的事不一定就是好的 顾忙平安无事 他们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 可能又会像之前那样 一旦顾忙有什么事 叶君慈叹了口气 为一个人死太容易了 因为死可能是解脱 为一个人活下去 那才难 顾忙选的 就是那条最难的路 白老爷子收到消息 立刻和白张 还有白长老赶来小别墅 顾忙一群人正在吃饭 看见白老爷子等人来 齐齐都站了起来 白长老恭敬到 大小见 外公 舅舅 顾忙起身叫了人 然后朝庸人一台下巴 去添三副碗筷 是 庸人转身去厨房 顾忙侧了侧身看着三人 先坐 晚饭比较简单 就随便吃点 女生态度淡定的不行 好像一点都没意识到 自己刚干了什么 白老爷子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切入话题 就和白长跟白长老先坐下 庸人拿着三副碗筷 放到三人面前 顾忙回到自己座位 左手拿着筷子 轻而易举加了一块排骨 慢条丝里地吃着 他有多气定神闲 白老爷子就有多着急慌张 顾忙 外公 白老爷子忍不住出声 但一开口就被顾忙打断 女生胳膊撑着桌子 拿着筷子的手腕 自然地锤着 抬眸 我已经签了协议 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白老爷子 白张头疼得不行 太冲动了 知道在别人眼里 你这叫什么吗 顾忙精致地眉眼微调 笑了 知道 找死 知道还签协议 白张拧着没问 102用龙坛虎穴形容都轻朗 有命进不一定有命出 顾忙咬了口排骨 漫不经心的 我时间不多 其他人听到这句话 都愣了愣 时间不多 不是还有大半年吗 白张是知道 顾忙每年拿药的时间 到下一次 还有七八个月 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 把所有的事处理稳妥 顾忙没回答他们 又加了块糖醋鱼 尝了口 鱼不错 其他人晚饭过后 白老爷子几人知道 顾忙做事有自己的主见 旁人说话作用不大 来之前他们就料到了 临走的时候 白长老递过去一个小药箱 大小间 这些都是特效药 有些副作用 但是可以让您的手 尽快恢复 药效越好的 要副作用越大 副作用以后 可以慢慢再调理 先顾好眼下 才是最重要的 顾忙朝玉木峰看了眼 他接过来 白张道 半个月 好好养伤 我再留点人给你 万事当心 谢谢舅舅 顾忙说 白张拍了拍他的肩膀 手底下很瘦 又单薄 白老爷子往白随那边看了眼 白随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一行人离开别墅 吉靖州总医院这边 B长老来看冷玄 把长老会最近发生的事 都告诉了他 吴军病房里 病床被一层胶质薄膜围起来 听到顾忙 用机器人手术系统赢了比赛 冷玄脸色一片阴沉 在京城大学一性专业 不到三个月 就会用手术机器人操作 B长老点头 我们查到的资料 只有这么多 冷玄呼吸粗重 手握得死紧 B长老道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总长老手里 关于顾忙的资料 应该比我们更全面 他能跟顾忙签那个协议 就有把握 顾忙不可能通过考核 冷玄的医术在那摆着 国际上能跟冷玄齐名的 也就那个神龙剑 手不见尾的神医 冷玄自己也知道 他能被总长老 这么保着的原因 无非就是他的医术 但是现在顾显出来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蓝宝长老会和几大家族 会不会站在顾显那边 有些事 他要提前做准备 想到顾忙给杀手联盟下单的事 冷玄怕他又砸钱 跟哪个组织联系 他手里现在有陆家一半财产 还有军工集团 冷玄看向毕长老 那神医是不是跟尹蒙关系不错 听说是只有白虎找到过一次人 去K国总统府 给那位总统夫人诊治 后来又没了踪迹 而且 关于神医的资料 半点也没留下 所有监控视频 包括总统府的监控 都被黑了 一看就是尹蒙的作风 连吉尽州的情报局都找不到人 冷玄思索了几秒 想办法跟尹蒙搭上线 毕长老见冷玄总算冷静下来 一直提着的心脏放了回去 知道了 这几天吉尽州格外平静 参加医学竞赛的团队 已经被吉尽州的专机 送回各自国家 冠军队伍会在下学期 进入吉尽学院学习 杨天明他们走的时候 顾忙亲自去机场送人 还会回京大吗 顾忙身份不一样了 再回京大的可能性不大 杨天明还是没忍住多问了句 其他人都看向顾忙 女生眉眼寡淡 严谨一该 会 只有一个字 杨天明似乎没想到是这个答案 他表情正愣了一秒 随后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目光炯炯地望着顾忙 好 我回去给你办休学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虽然和顾忙认识时间不长 但他也知道顾忙不会轻易许摸 现在既然这么说了 他就一定会回京城 回京大 秦瑶芝走过去抱住顾忙 闷声道 盲姐 你要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就算我帮不上忙 还有我堂哥他们 顾忙眼里血丝很明显 一看就是没有好好休息 顾忙按了按秦瑶芝的脑袋 恩了一声 别告诉惊瑶我这边的事 嗯 秦瑶芝眼睛红了红 你照顾好自己 好好睡觉 秦瑶芝不是不安事事的千金大小贱 吉尽舟的情况 还是了解一点的 知道顾忙现在很危险 顾忙一边嘴角勾了勾 点头 目送他们上飞机 顾忙转身往自己车那边走 机场风很大 女生戴着帽子和口罩 乌黑的头发被风吹散 白隋递过去一个宝款黑色羽绒服 大小贱 顾忙没看他 伸手接了过来穿上 顾四瞪大眼睛 他姐姐白隋的东西 白隋也挺意外的 以为哥顾忙的脾气 理都不会理他 没想到顾忙能接受自己递过去的衣服 毕竟这几天顾忙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而且有眼睛都能看出来顾忙对他很不爽 江碎看着他那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撞了下他的肩膀 兄弟 友情提示一下 忙姐那对象知道 你对忙姐意图不轨 白隋不对劲 江碎当时听到这事 不禁对这人肃然起敬 几条命啊 连大佬的主意都敢打 白隋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你看这天挺冷的 没准忙姐就是纯粹的冷 才要你递过去的衣服 江碎继续给他提身醒脑 别想太多 别脑补 千万要保持理智 命重要 懂 白隋 郁木峰也凑近他 兄弟 西面 你没戏的 就算京城那位也现在失忆了 想起来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这位大兄弟 嗯 白隋 有个人体模型 郁木峰最近一直在教顾四 一些医学基础知识 九点多 两人从实验室出来 顾四双手插兜 穆峰哥 我姐今天是不是该拆手上的线了 郁木峰点头 我一会儿就上楼去 行 那我和你一起 顾四道 外公给的特效药在哪搁着 都在小祖宗房间 两人一边说一边往楼上走 在楼梯口碰上端着一杯牛奶的白隋 白隋道 今天大小姐拆线 我现在就要上去 郁木峰下巴一抬那杯牛奶 嗯 白隋递给他 你们知道棉玉吗 郁木峰挑眉 示意他继续说 大小姐睡眠一直不好 吃安眠药不是办法 白隋道 郁木峰胳膊搭着楼梯栏杆 你想给小祖宗找那个 白隋点头 那玩意儿不好找 他爸实验室倒是有 不过现在实验已经是关键时期 小祖宗肯定不同意把玉送过来 白隋道 我去给白老打个电话 先找 郁木峰思索了一秒 也行 看着白隋握着手机走去一边 郁木峰目光停留了半刻 收了回来 顾四也在盯着白隋看 他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的 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奇怪 说不出来的那种奇怪 郁木峰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 扣着顾四的后脑勺 带着他往楼上走 我记得 你以前不停讨厌陆成舟的 实批杀手 现在叫姐夫都毫无压力 少年 说点 顾四有那么一丝尴尬 一本正经地说 此一时比一时 我不管 现在我姐夫就是他 郁木峰择了声 你不觉得亏吗 都没给你改口废 你就叫上了 顾四拧起眉 瞬间有种自己损失过意的悲伤 那咋办 我都不记得 我叫了多少次了 妈的好亏 郁木峰 我想想 顾四开始掰着指头数 数着数着 自己都数不清了 算了不管了 四舍五入给他记个一百次 顾峰哥你觉得 一次多少合适 太少了 我觉得不配吃眼老大的身份 得多点 郁木峰嘴角抽出了下 正好两人走到顾芒房间门口 敲了敲门 里边传出来声音 两人便推开门 顾芒拧上安眠药瓶的盖子 放在桌上 姐 我们来给你拆线 顾四走进去 看见那瓶药 皱了皱眉 姐 咱别吃这东西了 你要睡不着 我找催眠师过来 顾芒看了他一眼 在沙发椅上坐下 今天不懂的地方说说 这几天 顾芒一直在让郁木峰 教顾四人体结构方面的知识 顾四不太懂的 有疑问的 都会问他 话题转移得太过明显 顾四叹了口气 就不多说什么了 把自己今天在医学方面的一些想法告诉他 郁木峰把牛奶放在桌上 从置物柜取出药箱 也过去坐在良姐弟旁边 顾芒已经拿起牛奶 再喝了 一边给顾四解答问题 郁木峰拿出拆线的工具 还有消毒药水 然后拆开顾芒手上的纱布 一道横穿掌心的伤口 缝合的痕迹特别明显 有些争鸣 已经长出粉色的肉 伤口恢复得不错 但郁木峰看得火大 深吸一口气才压下去 拿着工具给顾芒拆线 小祖宗 这手肯定会留疤 你先用驱疤膏 过段时间我联系外形医生 他说 顾芒道 不用了 啊 郁木峰抬起头 不用驱疤膏 顾芒点头 以后再说 顾四是非常清楚 他姐不喜欢身上有什么疤痕的 现在竟然拒绝用驱疤膏 也行 驱疤膏是有点麻烦 而且效果也慢 郁木峰考虑了下 那到时候 直接联系外形医生 顾芒没说话 郁木峰拆完线 给他伤口消毒 然后包扎好 他从药箱里取出 白老给的特效药 把药按分量倒在盖子里 小祖宗 白老的这些药 都没有显示成分 从气味里 我大概能辨别出几种成分 副作用都挺大的 不过效果特别好 都是特效药 部队专用 顾四起身 姐 我去给你倒水 顾芒 不用了 顾四动作一顿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转过去 顾芒站起来 拿起药盖走去洗手间 郁木峰和顾四一脸猛逼 很快 洗手间传出来 马桶冲水的声音 顾芒出来的时候 药盖里已经空了 很明显 要被他冲进马桶 郁木峰反应不过来 猛着脸说 小祖宗 你这是 我不吃这些药 顾芒严谨一该 坐回去 外公要问起来 你们就说吃了 这药跟消炎药不一样 特效药吃没吃能看出来 还有驱八糕 用没用也都能看出来 瞒不过他身边的这些人 郁木峰想起顾四说 白随逼这位小祖宗吃药的事 这会儿听见这话 表情复杂到 不是 小祖宗 你不吃这药 伤恢复的会很慢 原本十五天可能就好不了 现在 不吃这些特效药 更好不了 顾四也觉得贼奇怪 以前他姐受伤 也吃过一些特效药 现在怎么这么排斥 而且 就算现在他姐不喜欢吃药 那安眠药又算啥 话挺多 顾芒半眯着眼睛 与其危险 我现在说一句 你们能说十句 长本事了 两个人脑子里 瞬间什么都没了 顾慕风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顾四咽了口唾沫 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照办就行 顾芒一口喝完那杯牛奶 杯子递给他们 出去吧 顾慕风战战兢兢接过来 连忙带着顾四出去 关上门 两人却站在门口不动了 好奇怪 顾四第一次觉得自己智商有点跟不上 我姐怎么也这么奇怪 顾慕风神色凝重 须巴高 不用就算了 特效药也不吃 这伤怎么好 顾四道 不是 我搞不懂 我姐为啥不吃药 生病吃药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要我检查过 没啥问题 顾慕风也想不通 又不是不能吃药 为啥不吃 顾四回头看着已经关上的门 顾慕风听到顾四这句话 脑子里忽然闪进什么 他眼底猛的一僵 不能吃药 顾慕风倒抽一口凉气 他感觉到自己的头皮在站里 发麻 心脏几乎在这一瞬间 像是要跳出嗓子眼 他想也不想地转身 一把推开门 都忘了敲 顾慕坐在电脑跟前戴着耳机 察觉到这边的动静 目光转过来 正要问 还有事 看见顾慕风那种表情 他瞳孔微缩了缩 顾慕风张了张嘴 嗓子都在颤抖 小祖宗 你 走廊灯光比房间里头偏亮 顾慕风脸上的震惊 在冷白的光线下 清晰至极 他瞪大眼睛 看着房间里的顾慕 女生眼里寒光闭现 半眯着眼睛 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眼神 就让顾慕风难以呼吸 你自后面的话 全部就那么僵在喉咙里 这位小祖宗 在他们面前 一向都是懒洋洋的 漫不经心的 这是顾慕风 第一次看到他这种眼神 危险 不满力气 他有种他再多说一个字 就连明天的太阳 都看不到了的感觉 顾慕风瞬间就明白 这事 跟他猜得八九不离十 抓着门巴的手收的死紧 三秒的对视 像是被拉得无比漫长 顾慕风忽然大步走进来 到顾芒跟前 转平他的手腕 手按在他脉搏上 整个过程 他人都是僵硬的 甚至不知道 自己哪来的胆子 敢这么干 顾芒眉躲 目光低了低 沉默地看着自己手腕 顾慕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但他一向谨慎 再加上玉慕风情绪大变 他下意识觉得 事情有些严重 当即二话不说 也重新回到房间 把门关上反锁 他看着玉慕风 给顾芒把脉的动作 小眉头微皱了皱 慕风哥 我姐怎么了 他姐就是医生 身体真出什么问题 肯定自己就发现了 不会等到慕风哥 给他把脉才发现 他好像又看不懂了 玉慕风没说话 手一直搭在脉搏上 反复确认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顾芒的脉相 始终和他第一次得出的结果 没有任何不同 玉慕风呼吸又沉又重 胸口剧烈起伏 从牙齿缝里挤出三个字 露成舟 顾芒没说话 人散漫地往后靠了靠 目光重新落在电脑屏幕上 点着鼠标 把游戏里的奖品都领了 淡定得不行 顾四看看他姐 再看看玉慕风 一脸猛逼 啥情况 我问我姐怎么了 叫我姐夫名字干嘛 我 玉慕风话又卡在喉咙里 不知道怎么跟顾四说 难道说 恭喜你要当舅舅了 顾四挑眉 咋 继续说啊 玉慕风深呼吸 告诉自己要冷静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冷静 必须冷静 但是他深吸了好几口气 越想越气 脑子里就一行字 我他妈冷静个锤子 他烦躁地捋了捋头发 骂出一声 操 他就不能做个人 他家小祖宗才多大 骂得禽兽 顾四更猛逼了 谁做人 我姐夫 除了他 还能有谁 玉慕风咬牙切齿 顾四不高兴了 你骂我姐夫干嘛 他都不在这儿了 玉慕风看着顾四 一副我姐夫你不能骂的表情 火气直往天灵盖冲 你 又是你了半天没憋出一个字 顾芒忍不住笑出声 左手撑着脸 偏头看着顾四 陆成舟背着我给你打钱了 顾四护着陆成舟 这事儿 他还挺意外的 还没 顾四笑得十分奸诈 不过我都给他记着 下次见了 绝对让他立马打 玉慕风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顾四 你别后悔 顾四脖子微微厚痒 眯着眼 穆风哥 你刚给我姐把脉 把出什么了 火气这么大 不像是她姐生病了的样子 玉慕风没好气地 瞪了顾四一眼 然后目光挪到那边 支着脸淡定开玩笑的女生身上 又做了个深呼吸 小祖宗 之前那些消炎药 你也没吃 顾四 消炎药 没吃 顾芒嗡了声 脸上的笑微微收敛 冷冽的眼睛里漆黑深沉 别告诉任何人 他是盯着玉慕风说的 语速很慢 整个房间的温度 都像是因为他这句话 下降了好几个度 冰冷 骇人 扑面而来的低气压 宛若刀子 玉慕风脖子一梗 心脏快要跳出喉咙一样 僵硬地点头 知道 反应过来之后 这么蠢吗 这么严重的事儿 我哪敢说一个字 要让霍职和长老慧知道了 他几乎不敢去想 会有什么后果 顾芒周身的冰冷收敛了回去 淡淡呕了声 玉慕风视线 从他脸上往下扫了眼 焦头烂额地说 可是 你能藏多久 还有 102考核 所以 他有没有命见到陆成舟 就看他的本事了 顾芒语气挺淡漠的 转过头 扔了下鼠标排进游戏 玉慕风都快急死了 结果他来这么一句 那骨子紧张惊慌 全都不上不下地掉在半空 他眼角缓缓地抽出了几下 一时间接不上他的话 再看他还有心情打游戏 表情更是形容不出的复杂 顾四听得云里雾里 半天都从两人对话里 摸不出什么门路 当时就也急了 你们怎么又提我姐夫 他到底干啥了 自从他解给陆成舟 催眠喜记忆之后 他都没怎么听过陆成舟的消息 就像是回到了以前那种 最神秘的赤眼老大 顾芒没说话 游戏家在中 玉木峰深吸一口气 测了测身体转向顾四 看着他一脸郑重地说 小四 我给你说件事 你听了之后一定要冷静 顾四眯了眯眼睛 你说 玉木峰明明纯 就是你姐她 楼下 这个时间大厅里比较安静 江岁巡礼带人去检查 小别墅安全系统和周围的情况 白青青没事干去 地下武器时练枪 白隋刚跟白老打完电话 这会儿手里握着一杯水 站在饮水机旁边 就在这时候 楼上传来一道撕心裂肺的一声大吼 顾四 白隋转头 看向二楼 就见顾四连楼梯都不走了 直接从二楼跳下来 一身力气往门外冲 那张稚嫩的小脸 阴沉害人 像是要去杀人 白隋你了你没 小少爷 出什么 话还没说完 白隋 帮我拦住他 玉木峰站在二楼 扒着栏杆又是一声吼 男人什么也来不及想 立即放下手里的水杯 大步追上顾四 抓住他的胳膊 放手 顾四瞪着他 眼神很利 小少爷 顾四一肚子火 懒得听他废话 直接跟他打了起来 白隋怕伤到他 招式都收着 顾四一点都不客气 一拳打在白隋肚子上 又狠又重 白隋皱了下眉 顾四在赤炎训练过之后 用尽全力的一拳 力道可想而知 玉木峰健壮 我操一声 也从二楼利落翻跳下来 白隋见顾四有点失控 几招后速战速决 抓住顾四的胳膊 反扣在他身后 你先冷静一下 白隋很温和地说 被狠狠揍了一拳也没生气 顾四扭过头 我冷静你妈 白隋 顾四现在就像点燃的炮杖 见谁炸谁 白隋不问了 他扣紧顾四的手 转向玉木峰 小少爷怎么了 没事没事 玉木峰大不过来 刚打游戏 跟人对喷没骂过 他打算去找那人单挑 他随便扯了个理由 白隋沉默了一秒 小少爷没骂过别人 顾四这张嘴 还有骂不过别人的时候 玉木峰似乎也觉得 这里有可信度太低 干巴巴笑了笑 是啊是啊 白隋目光又转回来 看着顾四 你要去找他单挑 单挑 顾四冷笑一声 老子是要宰了他 白隋不知道游戏里 那人骂了顾四什么 能让这位火气这么大 不过现在外座不安全 白隋想了想 地址 我陪你去 玉木峰又操了一声 白隋你别跟他胡闹 顾四手还被反扣着 听到白隋的话 眯着眼睛看着他 想到他对他解义图不轨的事 觉得可以把他带上 行 你去准备直升机 我们去明宇州 他冷静下来 语气还带着点寒力 白隋闻言 眉风微不可见地跳了下 反问 明宇州 顾四嘴角一扯 对啊 兄弟 想去赤岩吗 我带你见见世面 他家老巢还没外人去过呢 白隋心里不好的预感传来 你要去宰谁 陆成州啊 顾四笑着 像个小恶魔 白隋手指反射条件的一抖 谢谢支持 盲姐是有了 盲姐 他有没有命见到陆成州 就看他的本事了 顾四眼睛很黑 是真动了杀气的 见白隋犹豫 他眉眼邪气地挑了下 不敢去 不是 白隋顿了顿 前几天您不是还说 陆成州是您的姐夫吗 大概是这些天 顾四一直在白隋面前 说陆成州是他姐夫 还特别护着人 并且提起来一点骄傲 导致白隋听到这句话 语速都变慢了 似乎有点反应不过来 顾四吃笑道 谁还没眼瞎过一次 现在他不是了 白隋手指又抖了下 犹豫着问 他怎么惹到小少爷了 说话的时候 他看着顾四的表情 小朋友火是真的大 但是也是 真猜不出 能有什么事 让这位火这么大 肯定不是 郁木峰说的打游戏 这你别管 顾四一个字也没透露 去不去一句话 不去 没等白隋说话 郁木峰率先开口 顾四二话不说 一把甩开白隋的手 扭头就往门口走 郁木峰一把抓住他 强行孤注 小四你听哥说 你冷静点 你千万要冷静点 放手 顾四用力挣扎 他不完了 这事必须马上解决 郁木峰伸手没白隋那么好 有点招架 不住顾四这么折腾 白隋拧眉 抿了抿唇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想去赤眼 这时候 楼上传来一道女声 顾四瞬间安静下来 三个人目光转过去 就看见顾芒站在二楼 双手张开撑着栏杆 头微微歪着 精致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望着下边 女声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联系赫一度 把你当学员送进去 去了就别回来了 话落 他拿出手机 就要给赫一度打电话 顾四当场就慌了 正开郁木峰 就往顾芒的方向走 别打别打别打 姐你听错了 我不是要去赤眼 我 我是想出去给你买点宵夜 对 给你买宵夜 这一看 就是真的想把他送走的 怎么老实一言不合 就要送他上路 顾芒翻号码的动作停下来 抬眸 饿了 顾四点头 就露出一种特别悲伤的表情 我想吃火锅了 好久都没吃了 顾芒眼底浮现一抹笑意 行 带你出去吃顿好的 吃 吃顿好的 顾四直接结巴了 缩着脖子 摆摆手 算了算了 我不吃了 太晚了我该睡了 比起他姐把他也要送走 跟路成舟算账 就不值一提 白随 郁木峰嘴角抽了抽 顾芒握着手机往下走 看他一眼 放心 就吃顿饭 不送你走 真的吗 顾四瑟瑟缩缩地看着他 不骗我 真的 顾芒顺着楼梯走下来 到顾四跟前 姿态散漫 走吧 顾四犹犹豫豫的 似乎阴影很深的样子 白随望着顾芒和顾四 思索了几秒 也没看出什么 他说 大小姐要吃火锅吗 我现在定位置 顾芒按着顾四的小脑袋 瞥一眼白随 你跟白青青留在别墅 大小姐 白老 你再敢拿我外公压我试试 顾芒似乎没什么耐心 白随低头 恭敬道 是 这些天际大家族 顾芒就只带了江碎和玉木风 顾四临出门的时候 情绪都不太高涨 搭拉着脑袋 白随看着几人 上了一辆吉普车 开出别墅大门 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他转身回到大厅 走到沙发旁边 男人手搭着沙发背 指尖敲击着 顾四是在去了顾芒房间之后 情绪大变的 白随抬头看向楼上顾芒房间的方向 几秒后 抬脚走向楼梯那边 站在顾芒房间门口 他拧下门锁 推开房门 这是白随第二次进顾芒房间 他扫了一眼房间内的布置 跟他上次进来 没什么不一样的 整齐简单 色调偏暗沉 沙发椅那边的矮桌底下 是垃圾桶 桌上放着药箱 床头柜上是一瓶安眠药 白随走到垃圾桶跟前 低眸 看见里头换下来的纱布 还有消毒棉签 目光定了几秒 他视线挪去药箱上 手指挑开药箱扣 白老担心顾芒的伤 送的全是最好的特效药 白随一样一样 查看了 都少了一次的剂量 没有异常 他把药药按照原样摆放回去 随即 他缓步走去床柜那边 拿起安眠药瓶 拧开 安眠药已经少了三分之一 算算时间 从他出院 就每天再吃 白随握着药瓶的手指 微微收紧 每晚都失眠吗 男人眸色漆黑深沉 好半场过去 似乎才克制住情绪 放下安眠药 他转眸 视线在房间里 再次仔仔细细扫了一圈 连浴室都走了一趟 也没发现什么端倪 无功而返 白随站在顾芒门口 扯了扯嘴角 也是 回了吉靖州 顾芒比以前更谨慎 除了自己的几个心腹 连他和白青青 都不是百分百信任 怎么可能会让其他人 有发现什么的机会 这边 海鲜火锅店 包厢里沉没得有些诡异 考虑到顾芒的情况 就点了一桌子鱼虾 这会儿顾四戴着一次性手套 任劳任怨地坐在顾芒旁边包虾 包一点 就给顾芒盘子里倒一点 姐你多吃点 小朋友有些不太爽地说 声音闷闷的 恨不得把陆成周 跟他手里的虾一样 怒包一层皮 顾芒看了眼气愤包虾的顾四 笑 嗡了声 郁木峰和江岁 顶着镇定从容吃饭的大楼 两人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郁木峰已经冷静下来了 脑子里 在想解决办法 怎么避过或止 和长老慧的耳目 江岁还在平复情绪 反正任谁都想不到 他妈会发生这种事 陆成周这个衣冠禽兽 斯文败类 顾芒从锅里捞了一块牛肉 掀了掀眼皮 看着两人 不吃 郁木峰和江岁 立马同步拿起筷子 在锅里随便捞了个吃的 沾了湛酱塞嘴里 整齐得不行 顾芒挑眉 一群人沉默地吃了十分钟 顾四加了片牛肉 咽下去 吐出一口气 算了 就算他在不爽 再想把陆成周宰了泄愤 也得任命他姐 让他生辈分的喜事 顾四想通了就不气了 意识到自己马上 要童年早当就 还有那么一丝开心 他扭头 眼神里带了点兴奋 姐 我生辈分了 顾芒眼尾慢吞吞转向他 高兴吗 高兴啊 顾四给他加了块鱼肉 马上就要 有人叫我舅舅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 顾芒笑得散漫 顾四嘴角抽了抽 明白他解释在说 能不能保住 还是个问题 想到霍芒和长老慧 他收了笑 眼里浮现戾气 恶狠狠道 谁敢动我家小宝贝 我弄不死他 顾芒看着他嘴角勾了勾 没说什么 包厢里沉默的气氛 被顾四一番话打破 玉木峰抬起头 平时的散漫和玩世不恭 都收了起来 前所未有的认真 小祖宗 现在是啥打算 姜碎脸色也微沉着 这事不好办 霍芒和长老慧那帮人的眼睛 一直盯着盲紧 还有那份生死协议 有所察觉 他们必须早做打算 打算 顾芒习惯性要拿啤酒 手指快碰到一拉罐的时候 动作在半空中停了下 挪去温开水 没打算 三个人 顾芒喝了口水 语气淡漠 顺其自然 顺 顺其自然 玉木峰愣愣地看着他 他还以为自家小祖宗很在意 所以处处小心 他一直奇怪 以这位大佬的身手 如今国际上 即便是最顶级的雇佣兵 又能有几个人伤得了他 结果他的手却伤得那么严重 应该是顾及到身体的原因 但现在 这么无所谓 顾芒筷子点点翻腾 冒着热气的锅 漫不经心地 吃 三个人 他们在这儿担惊受怕 慌得不行 当事人就很淡定 非常淡定 哦 三个人闷闷硬了声 去锅里捞肉 顾四忽然想起什么 筷子一顿 猛地转过头 姐 你是不是吃了安眠药 他姐这时候 是绝对不能吃安眠药的 但是 他姐房间有整整一瓶 而且他今天看到的时候 药瓶里三分之一已经没了 瞬间 玉木峰和江岁 也因为顾四这句话 心脏像是被一只 无形的手揪紧了 呼吸屏住盯着顾芒 女生转眸看着顾四 眉眼微挑了下 嘴角浅薄地勾着 你猜 顾四 顾四化悲愤为食欲 一个人就干掉好几盘肉 想着时间不早顾芒 需要早点休息 几人吃的速度不慢 一个小时左右 就离开了火锅店 回到别墅 已经快凌晨 一进门就看到 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 标志的短裙 长腿 蓝色眼线 衬得眉目妖媚勾人 风情万种 白随看向顾芒 起身恭敬道 大小剑 小少爷 白轻轻也站起来 低着头行李 回来了 林霜把烟暗灭在烟灰缸 偏了偏脸转向顾芒 顾四挺意外的 林姐姐 林霜笑了笑 乖了 你怎么来了 顾芒看着她 不紧不慢走过去 林霜道 隐蒙收到 你跟长老会立赌约的消息 云林说赌约 不可能像表面上这么简单 而且 吉兴周这边 最近有点太平静了 担心你这边出状况 我过来看看 我没事 顾芒没什么表情地说 还没事呢 林霜下巴一抬 她打了石刀的右手 我就没见你 被人伤成这样过 那边 白随听到这句话 某底沉了沉 顾芒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十二点了 困 有事明天说 林霜挑眉 也行 我住哪个房间 这边别墅不大 现在已经没有空房间了 顾芒道 跟我住 林霜点点头 从沙发上 拿起自己的黑色背包 顾芒带林霜回房间 其他人也散场 各自回去休息 顾四回到自己房间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心里还是有骨子火灭不了 爬起来走去电脑跟前 绿色代码的光 印在那张绝冷稚嫩的小脸上 手指在键盘上 眼花缭乱地敲击着 赤言 技术组 左右人做一个新系统 忽然整个技术组 响起红色警报的声音 我操 他妈啥情况 生平第一次遇到 被人入侵这种事 整个技术组都经了 乱成一团 谁有那本事 能入侵赤言的系统 与此同时 林霜洗完澡出来 穿着备用的新浴袍 滴着投机袋子 顾芒靠在床上 在看医学书 林霜见他没睡 就挺随意地跟他聊天 说说吧 你跟长老会的赌约怎么回事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还有一份协议 顾芒没瞒他 我没通过考核 就去102档实验品 通过了长老会手里 顾家的那些东西 都是我的了 原来是给你送钱的 林霜笑了 我还以为 吉尽周这种天才备出的地方 人能聪明点呢 他见识过顾芒的变态体质 愈合力超出常人很多 虽然只有15天 只要用一些特效药 手恢复正常 不是什么大问题 顾芒没说话 林霜去桌子那边 拿了烟盒 走到顾芒跟前 习惯性地递给他一根 要吗 顾芒掀了掀眼皮 吐出两个字 戒了 林霜眯起眼 难以置信的表情 戒 你再说一遍 我戒烟了 顾芒重复了一遍 又加了句 你要抽去阳台 不是 林霜笑了 你戒就戒 怎么还管上 我在哪抽了呢 要么出去 要么别抽 顾芒冷漠地 扔出两个选择 林霜肯定不会一个人 出去站阳台上 吹着冷风 就会抽一根烟 但看着顾芒 他不由责了一声 真是火酒剑 你竟然戒烟从凉了 顾芒 林霜把抽出来 一半的烟塞回去 烟河随手扔在床柜上 在床边坐下的一瞬间 他整个人默得僵了下 别人不知道 顾芒伸手怎么样 他还能不知道吗 原本就奇怪 他这次受伤 很多事情明白 只需要一瞬间 何况林霜和顾芒 几乎生死之交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更是不用说 他转过头去 盯着顾芒 不让我在你跟前 抽烟是怕我影响谁吗 顾芒翻书的动作 细微地停顿了下 还是被林霜看到了 房间里气氛沉默了两秒 林霜闭了闭眼 吐出一口气 什么时候发现的 顾芒看着书 眉眼低垂着 之前不确定 前几天有结果的 林霜不知道 自己现在该摆出什么表情 就那么盯着他 好扮上 出声 胆子真大 顾芒笑笑 挺无所谓的 没点胆子 怎么赶回吉尽州 我提个建议行吗 林霜说 顾芒抬起头 顾小妹 咱们别硬撑了 去找陆成州 这事不管怎么解决 也不该是你赌上两条命 林霜很平静 也很认真 没有顾四和郁木峰的愤怒 也许知道 现在不论是生气 还是怎么样都没用 顾芒的身体 现在不能用药 那么手 能不能恢复好 就是个未知数 女生看着他 林霜 你知道一条黑道走到底 身边没有一个人 只有冷冰冰的黑色 像深渊 看不见镜头 抬头 没有希望的感觉吗 林霜像是知道他要说什么 往他跟前坐了点 你现在有我们 不一样 顾芒很清晰地说 你们和他不一样 林霜抿了抿唇 顾芒也十分平静 曲起一条腿 胳膊伸直搭在膝盖上 缓缓出声 我从来不指望任何人心疼我 我让自己站在顶峰 天塌下来 我自己扛 如果哪天真的扛不住了 不过就是个死 顾小妹 顾芒黑漆漆的毛子 对上他的眼睛 声音很轻 可是现在不一样 陆成州他夹住了 用他自己的命 他站得比我高 他在替我扛 林霜拧了拧眉 顾芒说完 眉眼低垂着 又轻又淡的勾唇 困了 睡 林霜看着他那副 永远风轻云淡的态度 两秒后 也笑 行 懂 他总算知道 这位怎么下得去手 催眠路成州了 顾芒把书放在床柜上 躺下去 对了 林霜想起 这次来吉尽州的 另外一个目的 转向顾芒 毕家最近似乎有意 接近隐盟 有娇好的意思 女生眯了眯眼睛 毕家 林霜恩了声 以前咱们隐盟 就很少跟吉尽州 这些家族打交道 也不知道 怎么忽然找上门 还抛橄榄枝 说着 他扯扯嘴角 有些嘲弄 白胡是顾芒的 是吉尽州 这伙人 还没那本事知道 想跟隐盟交好 恐怕是想拉拢势力 顾芒谋底若有所思 几秒后 让云林看着处理 行 林霜应了声 随即目光落在他身上 忽然说 当干妈 有什么要求吗 我提前准备一下 我只剩下钱了 钱多得没地花 你知道 顾芒 几乎是一个呼吸间 白随抬头 就看见女生 已经逼到他面前 他下意识就要往